中美在台海博弈 回旋空间越来越小了 据台湾省绿媒自由时报的报道称 台防务部门11月10日晚发布实施军事动态 解放军两架次歼10战斗机 两架次歼11战斗机 一架次运9通讯对抗机 及一架次控警500预警机 而上述6架次军机 分别自台海中线以南空域 东沙岛东北部外围空域 台防空识别区南界等 缤纷四路进入台防空识别区 报道声称 根据台防务部门统计 解放军军机已延续7天扰台西南空域 本月10天内 有9天进入台防空识别区的记录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此前曾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 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局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就像我前面分析的那样 美国议员访问台湾绝非象征性的 而是有实质性的动作 美国的庶民参议员和众议院 在访问台湾的第二天下午去了台防务部门 一方面 这种访问蔡英文是必然会见的 双方必然进行更加深度的勾连 另一方面 数名议员直接去了台湾防务部门 说明在具体事务上互动越来越多 未来双方会有更加细节的合作与互动 甚至可能出现美军和台军联合行动 这是我们务必高度警惕的点 国家与国家之间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留有余地的 大国之间更是如此 像中美两个大国之间 过去相对都比较克制 尤其中国更为克制 但是 从特朗普时期开始 中美互留余地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 尤其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对美国政府可谓八皮抽筋 至于演在哪 美国政府都不要了 我们还留他做什么 拜登上任后虽有改观 但在台海问题上 中美之间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小 已经非常接近消失 当这种战略空间彻底消失的时候 台海问题也就到了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在台海问题上 就在美国议员访问台湾之际 解放军开始了战备巡航 针对解放军开始的战备巡航 东部战区发言人明确表示 这是针对当前台海局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什么是战备 就是战争准备的简称 也就是说 针对美台构合 东部战区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搞日常的军事演练了 而是开始了战备巡航 把巡航当成战争准备再操作 意味着针对台湾的战争准备 已经开始越来越接近完善 越来越接近行动了 战备这个词是性质非常严重的词 不会随便用 之所以在台海采取了战备巡航 就说明台海局势已经到了准备彻底解决的阶段 我们都知道 国家的政策是军事手段是终极手段 所谓终极手段 就是当其他一切手段都无效的时候 就将采取终极手段 但分裂国家法中明确规定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 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或者发生将会导致 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那么这三个条件现在满足了吗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情况下会被认定 譬如 如果台湾当局改国号 就是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因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中国的一个朝代 它已经在1949年消亡了 现在是以割据政府的形式在台湾上存在 中华民国本质上肯定还是中国 就像当初南明小朝廷一样 明朝虽然灭亡了 但南明的割据依然是中国 如果台湾当局改了国号 那就形成了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实 一旦发生类似情况 武统就会启动 现在显然还没到达到 蔡英文当局不敢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情况下被认定 什么重大事变是将台湾事实上分裂出去了 譬如让美军堂而皇之的大规模驻军 让美军公开大规模登陆 与美军展开实质性的大规模合作 换句话说 如果美台不打擦边球了 军事合作的状态 显现出高级别的国与国的状态 那这就是重大事变 所谓美军舰抵达高雄之日 就是我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 指的就是这第二个条件 现在 美台还是在打擦边球 但这一条已经非常危险 距离触发紧一步之遥 第三个条件怎么认定呢 所谓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这个解释权完全归大陆中央政府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统一的主动权在我们的根本原因 什么情况下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至少现在看 已经非常接近 认定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针对这一点 我有四个证据 一大陆已经展开对顽固台独分子的惩治 过去 大陆官方和官方媒体 在台湾问题上都是留足余地 在谈武统前总是强调这是终极手段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不但不再忌讳谈武统 甚至国台办已经明确 将展开对顽固台独分子的惩治 而且是终身追责 这意味着 国家对顽固台独分子 已经展开了追责程序 那么接下来这些程序会进一步细化 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二大陆在军事上的准备已经基本完成 战备巡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若非台海局势达到了绝对接近不可调和的地步 大陆军方也不会宣布展开战备巡航 战备 就是战争准备完成已经公开化了 三国家已经开始公开讨论 统一台湾后的治理问题 虽然 大陆还没有公布 将来是用一国两制 还是用一国一制治理台湾 但我认为 在大陆官方已经明确释放了一些 针对台湾治理的政策细节的情况下 我们至少可以确认 针对台湾统一后的治理政策 已经有了非常明确和清晰的方案 既然是方案 我认为一定是一国一制下的方案和一国两制下的方案 至少是两套方案甚至更多 一国两制 那是弹出来的 但现在看起来弹出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 一国一制是打出来的 在国家有了治理香港的经验后 一国一制治理台湾也将不会无从下手 在治理方案都已经有了的情况下 当然统一已经是进程中的事了 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而 一 四 中国在与美国互动台湾问题时 话已经说得彻底了 台湾问题 本质上是因为中美而衍生出来的问题 否则台湾早统一了 台湾之所以未能统一根本原因是美国因素 我们过去没有启动统一台湾的进程 很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忌惮美国因素导致的代价过大 那么现在呢 中国已经越来越自信 估计越来越少了 一则中美综合国力越来越接近 二则中美也已经进行了贸易战 科技战的系列较量 中美的力量对比以非常接近 当中美力量非常接近的时候 武统台湾的条件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成熟 我们再回到反分裂国家法中的相关规定 和平统一可能性的完全丧失的背面 其实除了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外 还包括武统条件的成熟 现在 不但可能性正在无比接近完全丧失 武统的条件也基本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局势继续向恶化方向发展 你觉得武统还有多久呢 蔡英文 蹦达不了多久了 搞定了 不由于 meaning 带分简广 写 插 入 站 字幕 entonces 继续